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Everman只是阿里巴巴在美国测试水温的一次尝试 经营陷入困境的日商夏普公司 23日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表决支持社长高桥新三续任 并通过第二度的银行纾困计划 由股东询问有关红下链 高桥新三表示夏普不会拒绝和鸿海集团合作 汇丰公布中国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由5月的49.2升到了49.6 但仍然低于景气融枯分界限的50 连续四个月陷入了萎缩 显示当局先前寄出的货币宽松政策 还有放行地方政府发行新债换旧债的成效有限 近期不少科技巨破都推出了新闻服务 进军传媒界 Google周二宣布了推出网上新闻实验室 为新闻记者提供第一手资料 让他们更有效地利用Google的数据还有工具 强化网络时代的报道技巧